说一说关于狗狗壁垒那些事吧 我是2017年跟着老板那时候 接触到这个数字加密货币这个圈 到了2018年 2018年那时候是狗年 狗年的话 然后正好有一个币就是叫狗狗币 当时有人就是朋友之间就开玩笑了 就说买点狗狗币 今年是狗年 应该行情非常好 然后呢当时 也都是当个玩笑话 没当真 我当时呢也没多买 买了200块钱的狗狗币 买了一万多个 事隔这么多年 到今年牛年 2021年 就这个几个月份吧 四五月份吧也就是 哎呀谁知道 他这狗狗狗币 到现在为止已经翻了好几百倍了 嗯当时投了200 现在价格也就是现在也就买了一万多个现在也就值两万多块钱吧 嗯 两万得四万块钱吧差不多得 两百那时候投200这时候现在涨到四百了 差不多得四万块钱 因为我之前卖了提前 比较早 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卖了 卖了一半 所以说现在 五千个 现在五千个狗狗币的价格是大概两万块钱吧 现在有点低了 哎呀谁知道啊 这这这这这特斯拉这个老总马斯克 投资这个比特币 后边又投资着狗狗币 哎呀新闻上面说要把狗狗币带上火星 哎一切都是在变数之中谁吊得到啊 当时要是多买点 不能说财富自由 最起码生活肯定得提高不少吧 哎 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自己 自己坑自己挖坑自己跳了 这信用卡来回倒过来倒过去 再加上这个 支付宝来花贝借贝 我算了算了 现在我现在负债那有五万 五万多块钱了呢 哎 那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得学会理财 哎呀那个曾世强这个教授 我当时就说就想挣钱的话 就得先学会花钱 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他这话说了是什么意思 没钱的话 越是没钱的话 你花钱到最后越花越少 不就越来越穷了 应该钱少的时候应该 更加的节俭呀 减少开支 哎呀 总之现在欠了这么多钱 孩子到时候还得上学 上一红班上小学 花销也大了 我每个月自己还完钱 还有负债 自己都顾不上自己 别说家里边是 哎呀 我这种性格其实 怎么说呢 算是社会最底层 最差劲的人了吧 我这种人应该就根本找不到对象 也不适合结婚 但是被家里边催的 整天见面 结婚 催着结婚 整天介绍对象见面 嫁得十来个 嗯 阴差阳错了 哎 这就结婚了 结婚了 孩子也 一天天长大 媳妇也不上门 再不说指着她 那啥 哎 自作自受吧 当年这狗狗币 也是一个老币种了 当年是挖这个莱特币 好像是挖莱特币的那个蚂蚁 L3加 把莱特币 把多少个莱特币送多少个狗狗币 那时候是 那狗狗币当时 根本就不值钱 2018年 2017年那时候 那狗狗币可能 连一分钱都不到 可能也就几分钱了 是 大家把这就到了2021年 这家伙一下翻了上百倍 一个币现在三块多钱 现在最高的时候将近四块多 将近五块 这家伙 狗狗币以前在这个数字货币 平台的这个市值里边排名都好几十名 都在靠下边 家伙 2021年这一下翻了好几百倍 家伙一下 现在进到 这个数字加密货币前五名了 第一名是比特币 第二名是以太比 好像是第三名是 是瑞波币 还是 泰达币 反正 一下前几身前五名了 反正这个狗狗币涨价 跟这个马斯克投资有很大关系 哎 错过就错过了吧 那有啥办法呀 今天这以太比一下涨到 将近马 我看马上就突破三万 一个比特 以太比 但谁知道呢 当时的话我有五六个 三千块钱的时候卖了一个 四千块钱卖了 五千块钱卖了一个 好像七八千的时候卖了一个 现在涨到一万 两万了 又卖了一个 实际上现在又涨到三万 哎 这事要是都能预知 那就真成神了 但谁也 谁也摸不到这个数字货币 这个最高点 他也摸不到他最低点 哎呀 本来因为接触这个数字货币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机遇 不知道能不能发财吧 最起码能解决一下生活 现在可好 哇 自己挖了坑自己跳吧 这家伙 哎 今天是左边一个牙坏了 右边一个牙坏 身体又不胀 刚光 看着牙 花了将近五千块钱 出门送个货 把一个人老太太挂倒了 到医院 跟他看病 然后加赔偿 干了三千块钱 离院里就算加上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这是一半最身份的一万块钱挣了 哎 这是不懂理财 就是这么大差距 三十多了 这身体也开始老化了 这浑身不是这出毛病 就是那出毛病 这一花钱 真是 雪上加霜啊 哎 狗狗币 是一个机遇 错过了 以太币 也是个机遇 也错过了 当这个机遇 一而再再而三来错过 那就说明 不是人家的问题了 说明这个是 我本身的问题了 眼界太低 哎 总结教训 慢慢熬吧 不吃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我说明的宝贝 还没人上 user 很不出门 好 小福